这是中国空间站的第一张高清全貌 也是载入史册的一张照片 我看到它的时候心情真的太激动了 但是你知道这张照片是怎么拍出来的吗 大家好,我是空间同学 中国航天舞院的专家用一个视频 给大家详细讲解了这次太空拍照的全过程 原来比大家想象的要麻烦得多 过去我们看到空间站的画面 都是舱外固定的相机拍摄的局部 就像是新车记录仪一样 看不到车子本身的全貌 所以我们要首先下车去合适的位置 对空间站来说这个合适的位置就是上面 从上往下俯瞰空间站 这样地球就会变成背景 照片就更加壮观 那为了去这个位置 神舟16号飞船完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动作 绕着空间站飞行在太空画了一个圈 神舟16号飞船是镜像对接的 就是说从侧面角度看 对接在空间站的下方 脱离之后呢 首先来到下方200米的停泊点 然后开始绕飞 绕到空间站的前方停泊点 然后再往上绕飞 绕过180度之后 飞到后方的停泊点 这个时候飞船不就正好在空间站上面吗 从上往下拍摄 背景就刚好是地球了 但是这里有两个细节 第一神舟飞船的弦窗 相当于是在两边侧面的 直接凭着飞过去的话 弦窗刚好是看不到空间站的 所以需要飞船滚转90度 相当于是侧着飞 弦窗刚好正对着空间站 这时候戴眼镜的航天员跪海潮 拿着相机 咔咔咔咔按下快门 第二 为了精确控制飞船的相对应用轨迹 就要尽量让飞船的头部冲着空间站前面 神舟16飞船在太空灵活走位 是依靠一种反推力系统RCS 飞船全身有24个喷口 可以往各个方向喷出气体 依靠反作用力 实现飞船的旋转 翻轨 前进后退等等 其中8个喷口是粗略推进 每个喷口150牛的推力 有16个喷口是精确控制 每个是5牛的推力 神舟飞船就是靠这些喷口喷出的仙气 实现精确的控制 完成整个绕飞过程 跟空间站对接脱离的时候 也是靠这些喷口 中国空间站也有30个发动机喷口 用来调整姿态和轨道 那为了保证拍到完美的照片 除了控制姿态和轨迹 还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一是侧控约束 飞船要做动作 每个细节都要处在地面的精确控制之下 那就要保证侧控信号很充足 我们国家在国外有很多侧控站 还有远望航天测量船去查入骨圈 在太空中还有天链中极卫星 确保飞船跟空间站的信号不会丢失 第二个条件就是光照约束 飞船和空间站每隔90分钟绕地球一圈 也就是说45分钟有太阳 45分钟之后就是漆黑一片的夜晚 那拍照肯定就必须在有太阳的时候 而且考虑到光道的角度 最好是在中间20分钟的时候 光线最好的时候 那么就要选一个好时机了 因为拍照是神舟16返回的时候顺便干的一件事情 不能影响到飞船本身返回地球的时间窗口 如果这次拍照没太好 绕地球多转一圈 就可能会错过返回的最佳窗口了 那神舟飞船本来是五圈返回的 那为了这次拍照呢 神舟16飞船故意多飞了两圈 变成了七圈返回地球 整个轨道都是精心计算出来的 第三个条件就是安全距离约束 飞船绕飞的过程中呢 一直要保持在距离空间站200米的安全距离上 这样万一碰到什么问题 有足够的空间让飞船逃离危险 避免跟空间站相撞 在太空拍个照片呢 真的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情 以前俄罗斯合併的空间站 或者说国际空间站的照片 也大概是这样拍出来的 现在咱们总算有自己的空间站高清大片了 再一起来欣赏一下 咱们空间站已经是个大家伙了 光是太阳翼就有50多米长 问天 梦天跟天和核心舱 算是两室一轻 考虑到几十亿人民币的造价呀 估计也是国内最贵的两室一轻的 不知道大家看得过不过瘾 我是很过瘾了 但是有点贪心啊 希望咱们空间站造得再大一点 人再多一点 照片和视频再多发一点 也很感谢大家对咱们航天事业的点赞和支持 我是空间同学 最后再欣赏一下神舟飞船 遨游太空的美妙镜头 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和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